各位市民 全港各区昨晚發生了極為恐怖的暴力事件 蒙面暴徒極端的行為令人震驚 他們肆意破壞的程度亦都是前所未見 簡直是令人發指 香港的公共安全已經受到廣泛的危害 這也是正正特區政府在昨日引用緊急情況規例條例 定立禁止無面規例的堅實理據 四十位建制派的議員支持特區政府定立反無面法 相當多的商會、媒體、家長教師會、社會的團體 亦都是公開表示認同 我留意到非建制派的議員 他們指控特區政府這個工作 是沒有法律基礎 甚至是繞過立法會 我在此鄭仲指出 這些都並不是事實 亦都是沒有根據 特區政府是按著一條現行的法例 賦予的權力 採取所適當的行動 至於外國的官員和議員 對於這件事的說法 我都請他們要認清事件的本質 香港正面對前所未有的暴力衝擊 政府是需要採取果斷的法律手段 押止暴力 回復社會的安寧 保障市民在生活上的權利和自由 不容少數暴徒來都是破壞 事實上反無面法的法例 在不少先進的歐美國家 都是有實施的 各位市民 暴徒的極端行為 令香港昨晚度過了非常黑暗的一夜 令今天的香港社會陷於半癱瘓 大家都很擔心 憂慮 甚至恐懼 特區政府將以最大的決心 壓止暴力 我呼籲大家 支持特區政府 依法制暴 一起譴責暴力 以堅定的意志 和暴徒割蓆 我們不能再容忍暴徒破壞 我們這個珍惜的香港 我們一定要令到香港早日回復平靜 更多精彩 尽在中國新聞網客戶端 在中國有什麼難關 成績的中央 法定也咬 是法定的 不適合 並非版的